台湾海洋事务与政策协会离世 最和平的方式统一台湾后遗症比较少 只有实在迫不得已才会有武统 假设大陆下定决心要武统 他研判就是一举拿下 避免夜长梦多 没有所谓的分阶段 丹志龙说 近来很多假设大陆攻台会先拿外岛分阶段 若真的要回应这样的问题 大陆要拿外岛来教训警告台湾 目标不会是东沙岛 应该是东营 乌秋 与庞嘉瑜 拿下东营 暗制导弹就没了 等于是卡在大陆与台湾中间是非常重要的据点 甚至连金门马祖也被孤立 庞嘉瑜则很容易就能拿下 台湾在上面只有十多个人 且地理位置就在日本与台湾中间 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 丹志龙认为 若大陆只是拿下外岛来教训台湾 而不是全面攻占 可以说是战术成功 战略失败 因为对未来两岸发展 智慧越走越糟 反而提醒美国要发展台美更密切的关系 至于如何隐藏动物基建在局 但志龙指出 中国大陆假如真的要打 也不需要隐藏 重点只是什么时候要打 美国会否介入是很重要的因素 若以判定美国已被很多事情绑住 不会介入 那大陆决定要打 也就没有隐藏大部队的问题 甚至大部队集结过程中 台湾一紧张就能达成稳统的目标 最后无OY 余途淀